Hello, 這個影片主要想拍攝我去過曼谷的運河市集 Ong & Walking Street 雖然這個運河市集不接近任何 BTS 站 但其實去都很方便 那我怎樣去的呢? 我就去這個士隆MRT 站 即是如果你搭 BTS 的就去這個薩拉丁站 跟著走過去士隆MRT 站 跟著再搭四個站 就到一個站叫做 Sam Yook 的MRT 站 走過去就很快 我現在走近身旁 旁邊好像很有歷史古典的建築物 其實全部都是 Sam Yook 站的範圍 運河夜市叫做 Ong Ng Walking Street 如果由這個 Sam Yook MRT 站走過去 其實都很快 其實我想五六分鐘 你看過 Google Map 也是展示 其實六分鐘 這樣吧 那我出了那個 Sam Yook MRT 站之後 那我會見到一個很大的十字馬路口 那先過了馬路 就再過了一個斑馬線轉座 走前多一點就是那個 Walking Street 的入口 來自前做過少許功課 就看過這個 Walking Street 的官方 那個 Facebook 的 Page 那它是每個星期五六日才營業的 那每天的下午四點鐘開始 就知道會有些檔口開始擺賣 那我就選了一個星期五的下午 那我來到那個時候 其實應該大概五點半 差不多六點左右 但是又好不幸 那又開始下雨了 其實因為泰國呢 這一兩個月呢 差不多 天天都是 這種的埃曼時候就開始下雨了 那開始的入口呢 它有些壁畫 壁畫我覺得有點像 檳城二寶那些壁畫 那我見它賣的東西呢 雖然開了檔口不算太多 因為可能有些人又收了檔 因為有少許下雨 我記得當然很多是吃的東西 那有些就是玩具 有些就是小型的生活用品 或者是一些手飾 一些手作仔那些 那就可惜一點 因為一來就下雨了 那就變了 我呢 這次就可能不夠最全面 這樣拍到這個運河的市集 究竟最旺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我先頭由那個MRT 站 走過來的這個入口 那我見它的右手邊 至入口有壁畫這邊 其實都是一些放賣的攤檔 就是流動的攤檔比較多 那就是賣東西多的 就很少是吃東西的 那吃東西的都是賣一些 少少零食的那些 那左手邊那邊 就 我想80%都是一些食店來的 就是本身都是一些餐廳來的 那它就當然都會開了一些 桌桌椅椅在門口 就好像運河邊那樣 那有些漿縫那樣 那就變了 因為現在下雨了 它就沒有開到敷散了 那平時我想它如果沒有下雨 和再夜一點的時候 我想都應該會有很多人在這裏吃東西 那都應該是很熱鬧的 那我想說一下 其實來這個運河市集之前 就聽過一些朋友說 說Bangg 現在開了一個 重新製造一個運河 有一點好像韓國的清溪村 那我來完之後呢 說真的 坦白說我真的覺得一點都不像 其實它的運河的水質 都真的還是一般的 那但是我在現場 我就 so far我聞不到有臭味的 ok的 那但是其實都是 很窄的一條 我覺得像一條 明渠多一點 其實 那但是你說純意 當行下一個市集 感受一下一些氣氛 又不是很遠的 那我就覺得ok的 那不過剛才說的 都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又可能碰巧 因為現在下雨 那看不到它本身 平時最旺 或者沒有下雨的時候 是怎樣的 那我就絕對不是 柴去台畫 不用來這個市集 那因為它其實都很近 搭乘幾個站就到了 還有我覺得走來這裡 感受一下一些氣氛 或者吃一下東西 那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那我覺得都是絕對ok的 那走著走著走著 越來越大 那我就於是似乎 也避免了半個小時, 都還未拿完 在我避免了半個小時後, 趁它小一點點 雞腳地向MRT 站的方向跑過去 到了這個中途, 突然間很大很大雨 剛剛走到一個很舊式的, 好像三四十年前的建築物 我就去了避免了 如果就這樣看這部分, 沒有說我去了泰國 真的以為這裏是旺角巡禍中心 我一進來的商場, 都覺得堅持巡禍 無論去的格式, 模式賣的東西 賣模型, 賣玩具, 賣一些二手相機買賣 一些明星, 好像閃卡之類的東西 我感覺上, 今次去泰國, 好像去哪裏 商場店舖都好像早收了 超市那些, 有些一定是早收了 因為疫情關係 那些店舖, 遊客區那些好像早了一點 遊客區那些, 真的很早 我知六點, 再不是七點, 就收舖 就算有一天, 我去走Banggok 知在視眼旁邊那個Practium Fashion Mall 都很早收的 那些店舖, 我見到六點鬆一點 就開始拉閘收舖 那我又不記得以前 走過是不是這樣 但是好像, 是不是那麼早呢 好了, 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記得按讚, 分享給朋友 以及訂閱, 按鈴鐺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